大于18 我要投票 小于23 我要参选 要求参政年龄修法下降到18岁 年底九合一选举在9月1号开始受理登记 青年占领政治社团号招11位未满23岁的成员 到各县市的选委会同步登记参选 结果只有两人完成登记 分别是宜兰和金门的议员和市民代表选举人登记 其他包括台南 桃园 高雄的参选人登记 都被选委会要求先缴保证金 有一个叫做杨明哲的组长 他是选务组的组长 他告诉我说来登记就像上酒店一样 没钱怎么叫小姐 没钱怎么叫小姐 天哪 这种公务员既然在台南市可以生存 我要求赖清德赖主委对他进行存储 他们不断地告诉我 没有钱怎么选 不断地挑战 不断地挑战 这让我深深感受到 这个政府只要有钱 你就能参选 但是只要你没钱 你什么都不是 这让我深深感受到 政府对于金权政治的崇拜 宪法案选办法规定 年满20岁就可以投票 23岁才有被选举权 不过通过登记金门马公市民代表的选举人 喜议者批评 多数地方选委会在登记审查基本资格过程 承办人员都不跟他们讨论年龄限制的问题 反倒是一直要他们先拿出保证金 他认为不合理 制度上比较荒谬的地方 他居然先审查 第一件事情是你有没有犯罪背景 然后再来是你家庭的那个清不清白的问题 然后反而在真正关键年龄一体 其他问题上还是没有讨论 我们的判断应该这是一个手段跟借口 就回避说面对年龄问题 因为年龄问题基本上在国会讲 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 他毕竟涉及修改宪法130条 知识体大 那就有很多当权者是不愿意触碰这件事情的 青年想要参与政治却被刁难 习一则说后续将采取集体宿愿 行政诉讼以及四宪司法等行动 呼吁国会正式青年参政权 修改宪法第130条将参政年龄下修到18岁 而且在登记截止日之前 他们还会陆续推出20位年满23岁的参选人 而未满23岁的登记者表示将会继续参选到底 记者丹佛扎克台北市采访报道